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商业难啊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问题是全国同学有几个人看得懂筹码 你看得懂筹码吗 我可以告诉你 台面上也好 这些专家也好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看不懂筹码 所以国内财经节目这么多 跟你谈产业面消息面的一大堆 但能让你赚钱吗 敢跟你斩钉截铁 用大股筹码来锁定未来的主流 除了我们大股筹码结论 大股筹码这个节目之外 我可以告诉你 你去找找看 有第二个节目吗 好 远的都不要讲 我想这一次从三月份 我们送给全国同学的电动车存安 来导播打一下存安 K线 从三月份 三月份 三月份突破五十块 带领东升同学 告诉你电动车2021全新的主流 突破五十块请你全力重压 两个礼拜前拉回还在五十多块附近 拉回来叫你在加码 今天已经七十六了 从五十到七十六 你告诉我是赚多少钱 三月份很多同学来找我们 你只要有两百多万的 你就四十张嘛 四十张不就好了吗 四十张两百万 你看看四十张到今天七十六块 大涨了二十多块 四十张两百万 到今天两百万 是不是看到了九十万呢 多久不到一个月 好 你三月份的存安 你说张老师 我错过了 没关系 我昨天是不是在节目中 苦口婆心送给全国同学什么 存安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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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才刚刚突破四字头 今天存安第二 在全国同学的见证之下 存安第二今天有没有涨停 十二点钟以后 有没有亮灯涨停锁止 大家做见证 最可爱的是 一大早还在平盘下 还在三十几块 你通通买得到 所以三月份你错过了电动车存安 五支涨停 创波段新高后 昨天再跟大家分享的存安第二 告诉你 务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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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握赶快跟上 今天是不是又活生生的 一支掌停板 让你亲眼见证 所以这就让你知道 张老师节目 我跟一般节目不一样 很多产业节目很简单 节目中跟你讲十几档 二十档 三十档股票 现在上市柜有一千七百档股票 我昨天节目中只展厅节铁 告诉你错过存安的 你就是存安第二 就这么一档 今天存安第二有没有涨停 有没有创波段新高 大家亲眼见证 我讲过赚钱并不难 真的赚钱不难 怎么讲 锁定主流 你自然而然就享受 大波段的获利 很多人说 张老师 对不对 我买的都是好股票 我买的都是台积电国具 那会赚钱吗 全国同学 当它是主流的时候 你才会赚钱 如果它不是主流的话 如果大户在出货 你告诉我 你买台积电国具会赚钱吗 你买错主流 我跟你讲很遗憾 刚才 对不对 这个 佑达也讲了 马上一万七要到了 我跟你讲 不要说一万七了 来到两万七 你买错主流 你一样赚不到钱 我告诉你 导播打一下大盘K线 从一月份 一月份以来 大盘K线 加权指数 加权指数 一月份 OK 大盘从一月份的一万五 今天已经一万六千八了 涨得快要两千点了 又创历史新高 同学赚钱都没有 赚钱都没有 好好回答我这个问题 90%以上投资人来找我 都是套牢 正好是怎么可能套牢 找了两千点 来我们什么都不要讲 台积电就好了 来导播打台积电 2330 封关前679 今天你告诉我 很多人买在630 640 你告诉我今天 哪个赚钱呢 台积电今天收盘610 赚钱了吗 K线就好了 不用动 刀播 对不对 涨得快要两千点 赚钱了 我不是讲台积电不好 你不要误会 我们筹码结构 就是很忠实地告诉你 未来社会大涨 封关前每个都追 国具被动员券 来国具打一下 2327 640 今天多少 570 10张赔70万 所以纵然封关前 你买的是好股票 好公司 台积电 国具 到今天涨得快两千点 你还是套牢 那谁是主流呢 我讲过你只要买对主流 你自然而然 就是顺理成章地 享受大破断的获利 封关前 我张大文在全国电视媒体 公开呼吁苦口婆心 告诉你2021的主流是什么 全国同学 你不要说没听到 现在YouTube都有重播 你自己去打 一月份二月份 封关前 我张大文 根据大物筹码 封关前 送给全国同学 当时打开所有的媒体 都跟你讲被动元件 都跟你讲金元代工 都跟你讲护国神山 台积电 对不对 只有张大文告诉你 2021的主流是什么 股市常讲千金难买 早知道 有很难吗 我张大文封关新春前 送给大家的新春大红包 第一个主流航运 第二个比特币 第三个miniLED 来导播封关前的 杨明海运 打一下 从一月份 全国同学 你回答我就好了 封关前 杨明海运 一字头 一字头 我在东森 全国电视媒体 盘中连线也好 盘后节目 告诉你 你要赚钱 你就把握 重压航运股 杨明海运 一字头 当时我讲真话 当时我亲自接到 东森的同学 观众打电话来 说赵老师 你叫的股票 不入流 他说航运股不入流 他金元代工 才是入流 对不对 国际才入流 这个我不去 跟你争辩 我只是根据 我40年专业 我很实在告诉你 封关前 我告诉你的 第一个主流 要赚大权 就是航运股 导播自己看一下 杨明海运 大家自己看 一字头 所以封关前 你不要多 你有两百万 就一百张 你告诉我 今天杨明涨到多少了 快要五字头了 我告诉你 对不对 你是不是封关前 丢个两百万 今天快要变五百万了 你自己讲 但你封关前 你丢台积电 来2330 打我看看 2330 你封关前 两百万 买台积电 今天剩多少 有三百万吗 有四百万吗 连两百万都没有啊 是不是剩一百多万 台积电 好公司 很抱歉 你买它 你没赚钱 你封关前 两百万 买台积电 今天剩一百多万 你封关前 买国具 来看一下 2327 两百万 今天是不是剩一百多万 连两百万都没有 但你封关前 你听张老师的话 你重压阳明海运 来打一下嘛 2609嘛 两百万 今天是不是快要快要快要 五百万了 你告诉我你赚几倍 你自己讲就好了 这已经不要我再讲了 对不对 第一个主流航运股 第二个主流比特币 来看一下2376 封关前70多块 今年多少 101啊 是不是70万变100万 全部同学 全部同学 再来跟你讲第三个主流 今年全新的miniLED 来三四三七 我们当然锁定好 鸿海集团了嘛 对不对 跟苹果关系最好的 当然是鸿海 龙创封关前二字头 现在呢四字头 是不是两百多万变400万呢 全部同学 这都是让你亲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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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证 这都是我们封关前苦口婆心 请东森全国同学 你不要满脑袋 就是台积电 就是国具 它不是不好 它的筹码需要修正 讲白就这么实在 结果今天指数又涨了2000点 台移电国具 它有没有修正 有没有回跌 这不跌一百多块 你们亲眼看到 这个已经不用去争辩了 那我封关前送给大家的航运股 比特币 苹果miniLED 你告诉我有没有大涨嘛 航运股涨了一倍以上 好 你就正好知道 封关前阳明海运 我有看你节目 但我不相信 我没有买 对不对 很多人都这样 那就过去 我讲我的节目 不是来跟你夸耀历史 对不对 我每天拿个阳明海运 你看我好厉害 你封关前十几 二十三十没有买 那现在已经 已经我跟你讲 你就 对不对 看看就算了 我也没有要你替我的 对不对 货源抬轿 四十多块这里 我也没讲 我也没有说叫你要去追 对不对 就封关前 我跟你讲十几块 二十块阳明 你没有买 好 没有买 没有关系 我再重新找 刚刚起账发动的股票 让你来赚 对不对 我说你错过 扬明比特币 miniLED的 是不是 再度跟你分享什么 未来谁会大涨 2021全新主流 什么 电动车 有没有 我跟你讲 2021世界首富 对不对 对不对 一度暴冲 马斯克 当然今天有另外一个 杂志出来说 不是马斯克 那个不是我们 争论的所在 今天东森有个观众很可爱 打电话 因为我在11点多连线 对不对 这个已经是一两个月的消息 这是另外一个杂志 今天有别的杂志 说首富是 另外一个人 这不是我们争论的重点 我们要锁定的是 马斯克他的产业是电动车嘛 对不对 那电动车的话 不论是未来全世界的主流趋势之外 再来 红海集团也卯足了权力发展电动车 那其实今天最重大的消息 除了红海集团 又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集团 谁啊 库克嘛 连苹果库克都首度的透露 要全力发展电动车 所以你说电动车 你想赚大钱 你只能不把握锁定这个产业呢 是不是 那存安三月份 突破五字头 我跟你讲你把握嘛 二月营收爆充670%嘛 红海集团旗下的车用镜头大厂 从突破50 五七六二六九 一口气先送你三支掌停 对不对 一百万就三十万哦 三百万就九十万哦 告诉你高档调节一下 前两个礼拜拉回五十多块 我怎么跟你讲呢 我说拉回你要把握再买嘛 你不要搞错了嘛 电动车趋势结束了没有呢 电动车才刚刚正在爆发嘛 苹果才刚刚正要全力切入嘛 对不对 所以今年是电动车爆发的元年嘛 所以我说去年以来 风官来 你错过航运股 涨了一点五倍了 电动车你不能再错过啦 我节目中有跟你讲 十档二十档三十档股票吗 没有嘛 我跟你讲把资金锁定中压嘛 是不是拉回五十多块把握嘛 结果呢 四月一号六六六 强喷涨停 四月六号再喷涨停 你告诉我几次涨停了 今天一早七十六了 全国同学 是不是 一百万又快五十万了 两百万又一百万了嘛 存安今天是不是七十多块了 好好回答我 存安何时要看到八字头 回答我 你回答我 我没有讲什么 是不是 从五十多块 六十多块 今天已经七十六了 回答我 存安何时会让你看到八字头 心中要有个底嘛 好 你说赵老赛 存安五字涨停了 我又不敢追了 好不敢追 我知道你永远都不敢追啊 对不对 十几块阳明叫你买 你也不敢买 涨到四十几块 你傻眼了 五十块存安将你买 你又不买 现在七十多块 你又傻眼了 没关系 我再给你机会 我再给你机会 我永远等着帮助你 没关系 凭我四十年的筹码的功力 我永远等着还没有赚到钱 还没有上车的投资人 我永远等着帮你 不急 昨天是不是公开呼吁 错过存安五支涨停的全国同学 我跟你讲谁 存安第二嘛 昨天给你斩钉截铁 就是存安第二 就是他 没有第二个人 不啰嗦 我有跟你搞十档 二十档 三十档股票吗 我有送你资料 一资料上 一写股票的十几档 我昨天告诉你 就是他 存安第二 跟高通合作发展AI晶片 对不对 全台湾就这么一家 对不对 去年从二字头 跟你讲把握把握 大波段的获利 公道三九 对不对 拉回三十三块附近 拉回三十三块附近 告诉你把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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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涨啊 电动车还要喷啊 还会创新高啊 你可能又不相信 昨天一早 真的很可爱 昨天一早 对不对 很多东森同学一早打电话来 张老师 你这个存安第二 怎么鸟鸟的 对不对 不会动 还跌呢 昨天一早还跌呢 对不对 十点 十一点 都还在平盘下 对不对 到了十二点 怎么到 你的存安第二 很差 没关系 你不要急啊 尾盘呢 尾盘呢 一点钟以后呢 强拉 强拉四字头 昨天是不是节目中 跟你讲 要喷了哦 张老师啊 真的会喷吗 你要搞清楚 一千七百档股票 我昨天攒定节点 告诉你还没赚到钱 错过阳明大涨 一点五倍 错过存安 五十涨跌了 告诉你存安第二 是你未来发财 锁定大波段获利的 唯一唯一的 锁定的标的 来 全国同学 大家亲眼见证 见证什么是专业 好不好 昨天站上四十 来 今天一早 你不要讲没有机会 今天一早一早一早 还在三十几块 还在平盘下 还有半个钟头的时间 让你买 没错吧 十点 十一点 十二点 十二点以后怎么样 发生什么事 请你自己回答我 亮灯掌停锁时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昨天公开呼吁 存安第二 把握把握把握 今天是不是扎扎实实的 送给全国同学 一直掌停 又涨了五成 存安第二 大家今天再度见证 再喷涨停 好不好 那这一波 错过航运股 大涨1.5倍的 电动车商机 大波段操作的目标价 不论是存安也好 存安第二也好 是不是 今天再度见证 存安第二也喷出涨停 存安第二 以及存安 大波段操作目标价 到底在哪里 今天想跟上电动车 主流商机的 今天请你务必 务必拨电话进来 机会不等人 今天务必拨电话进来 明天还有很重要的 上车的时间 电动车 等着你赶快跟上 今天务必拨电话进来 共享盛举 好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继续请 张老师帮大家来分析 欢迎你回到大户筹码论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赚钱真的只有一条路 规规矩矩 实实在在 锁定主流 你自然而然 享受大波段的获利 好吧 我想千金难买早知道 这一次封关前 全市场都给你吆喝 对不对 被动元件 护国神山台积电 那不是不好 我先声明 都是好公司 但是很遗憾 你赚不到钱 来导播打一下 封关前台积电 2330 K线就好了 对不对 679 今天600 你赚得到钱吗 你打一下国具2327 封关前640 今天560 你赚得到钱吗 是不是 这是筹码的问题 那封关前张老师 送给全国的航运 比特币 miniLED 来看一下航运股 阳明海运 封关前 一字头 今天已经快要 五字头了 全国同学 200万快要变500万了 你告诉我 你买不买一 但封关前你要买 对不对 你满手抱国具 你今天会赚钱吗 封关前跟你讲 又算了 过去了 我又不给你扯这个了 好不好 再跟你讲 未来的主流电动车 是不是 存安 鸿海集团旗下的 是不是 鸿海加电动车 你就锁定存安 从五字头 57 62 69 拉回58 告诉你 再买 电动车还要发动 66 73 今天这个叫什么 全国同学 你回答我 100万又50万 200万又100万 存安又五字涨停了 没关系 你又错过 我再给你机会 昨天跟你讲 错过存安的 存安第二 赶快赶快 从二字头 攻到39 拉回30多块 还要买 昨天尾盘 强拉四字头 来到四字头 跟你讲 存安第二 也要喷了 今天一早 一早还在三十几块 一早还在平盘下 你通通有机会 所有今天早盘 跟着我们上车的同学 你告诉我 是不是实实在在的 送你一支掌停 扎扎实实的 一天十个% 今天存安第二 是不是送你掌停 大家再度见证 再度见证 张老师节目 我不跟你废话 我就告诉你 你锁定什么主流 重压什么 你就享受 大波段的获利 好不好 今天大家再度见证 存安第二 扎扎实实的 送你一支掌停 这一波 电重车商机 大波段操作 获利的目标价 不论是存安 存安第二 目标价 到底在哪里 今天请你务必 拨电话进来 共襄盛举 好 提醒观众朋友们 本公司所推荐 分析之各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要独立判断 选顺评估 并且自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